第2集 第2集 第3集 第3集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是7月9日 然后今天的活泼生命 经节,我们来到 《猎王记下》9章-13节 我是Mim 我是Nin 那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猎王记下》9章-13节 先知里丽莎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 你竖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激烈的拉抹去 到了那里要寻找宁氏的孙子 约莎法的儿子耶顾 使他从同僚中起来 带他进眼闭的屋子 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 说耶和华如此说 我告你做以色列王 说完了就开门逃跑 不要吃烟 于是那少年先知往激烈的拉抹去了 到了那里 看见众军长都坐着就说 将军啊 我有话对你说 耶和说 我们众人里你要对哪一个说呢 回答说 将军啊 我要对你说 耶和就起来进了屋子 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 对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告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 你要击杀你主人 雅哈的全家 我好在耶洗别身上 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 仆人流血的冤 雅哈全家必都灭亡 凡属雅哈的男丁 无论是困住的 自由的 我必从以色列中检除 使雅哈的家 像尼巴儿子耶罗伯安的家 又像雅西亚儿子巴沙的家 耶洗别必在耶色列田里被狗所吃 无人葬埋 说完了 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 耶和出来 回到他主人的城府那里 有一人问他说 平安嘛 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 回答说 你们认得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 他们说 这是假话 你具实的告诉我们 回答说 他如此对我说 那如此如此对我说 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告你做以色列王 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 铺在上层台阶 使耶和坐在旗上 他们吹脚说 耶和做王了 今天的经文呢 讲的是先知 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中的一段 那这个故事中提到 会发生这些事情呢 就是因为神之前有个预言 在列王纪上 在列王纪上19章17节 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护所杀 躲避耶和之刀的必被耶利沙所杀 这是神所发的预言 那今天的经文要去高摩耶护 耶护是以色列的将军嘛 那高摩他之后他就会做以色列的王 然后他就会去杀 亚哈的全家 就像这经文所提到的所预言 神所发的预言一样 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北国 甚至南国都是一些不太好的国 都是拜偶像 都是杀神仙子的一些坏王 好像经文里面提到的这些 这几个 亚哈 耶喜别 然后 尼巴的儿子耶路公安 亚西亚的儿子巴沙 这些人都拜偶像 那亚哈跟耶喜别有特别的 耶喜别多次的想要杀 杀先知 多次的派他的假先知 跟他的军兵去抓 以利亚 然后最终他的先知死在以利亚的祷告里 就天降大火把他的坛烧灭了 那以伊莎也是相同 亚哈王多次派的军兵要去抓以伊莎 然后军兵去了就被从天上降下来的火烧死了 但是这两个人都不悔改 然后也不认罪 继续硬着心继续要追杀神的先知 所以最终 神的审判就领到他们 这事情神就发预言 就先讲了说 凡属亚哈的全部都会被杀掉 无论是困住的 是自有的 必从别说 以色列中减除 是亚哈的全家就跟 尼巴的儿子 约罗关的家 又像亚西亚的儿子 巴萨的家 那耶喜别更惨 耶喜别是非常的嚣张的一个皇后 他多次的扬言说要杀 以利亚 结果最后 神宣告耶喜别的下场 是他会死在耶色列的田里 而且他的尸体会被狗所吃掉 那事情也正如神所预言的一样 这耶喜别最终就是死在这个田里面 然后当那个 这个 耶护派人想要去埋葬他的时候 发现找不到他的尸体了 因为他的尸体已经被狗吃光了 那 这些事情都一再来告诉我们 行恶终究是会有报的 虽然 他们在行恶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很嚣张 看起来好像很强盛 但是最终是会有 审判临到他们的 那 我们现在 我们只是一般人 我们不是这些国王 我们不是这些皇后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权能 可是我们常常也因为 想说 凭着自己的能力 凭着自己的才干 凭着自己的权势 凭着自己的钱财 来做一些 邪恶的事情 那也许神的审判 因为他的怜悦 不会马上领到 但最终是会领到的 所以 我们需要以这些人为戒 警戒自己 不论我们是在高位 在低处 我们都要时刻的警醒自己 以大卫王为榜样 做错的事情 赶快回赶 然后全敬畏神的心 不要在 这些邪恶的事情上 撕探神 因为 神虽然怜悯 跟容忍 延迟我们的审判 但最终审判 只会到 我们需要在 神的审判 到以前 赶快 回转我们的心意 归向神 转偷 离开我们的恶行 今天就这样 跟大家分享 以这些 以色列的 北国 南国的 这些坏王为 借记 避免我们 行恶行 以以莎 以利亚 以大卫 这些人 学习的榜样 纯亲为神的心 过我们在这地上 短短的日子 谢谢各位 一起来打架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 有这圣经让我们读 有这些人 这些故事 让我们知道 神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你的公平 你的慈爱 你的怜悯 你的审判 都展在我们眼前 主 那是非都成列在我们眼前 选择走哪条道路 是我们自己要决定的 我们谢谢你 给我们 恩典慈爱 给我们智慧的心 来选择 走在你的心意里面 走就像你在经常所说的 你分析我们 不要偏左 不要偏右 不要行在其中 因为这是利用我们所预定的 所以说 愿我们怀着一个敬畏你的心 日日的与你同行 不管是大事小事 都要行在你的心意里 求你今天 一天与我们同在 我们所中所做的事 也都很求你来祝福 所以我们时刻 保持一个警醒的心 让我们能够日日与你同行 谢谢耶稣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各位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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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il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